托尼亚四岁的时候赢下了人生中第一场滑冰比赛 她是妈妈与第四任丈夫生下的第五个孩子 一个典型的中下层白人家庭 妈妈满口脏话 但把餐厅打工赚的每一分钱都花在了托尼亚身上 她强烈希望女儿能够成才 托尼亚从小就泡在训练场里 没有什么娱乐生活 也没有什么光鲜亮丽的皮毛大衣 想穿的话就跟着爸爸上山打野兔 用野兔的毛做一件 后来托尼亚的爸爸和妈妈离婚了 她含着泪 仍然过着每天八小时在滑冰的生活 转眼 托尼亚十五岁了 妈妈帮她退了学 好专注于滑冰 她在滑冰场遇见了十八岁的杰夫 两人开始了约会 并迅速陷入爱河之中 但几个月之后 两人就开始相爱相杀 有时候还大打出手 挨走长大的托尼亚还以为是自己的错 后来又拿起猎枪反击 尽管如此 她们的生活还算幸福 一年后 托尼亚参加了全美花样滑冰大赛 动作流畅 姿态优美 没有丝毫出错 然而评委评分却很低 甚至不如中途摔倒的选手 她的穿衣风格过于张扬 不得评委的心 但比赛不应该只看姿态和动作吗 赛后 托尼亚与妈妈发生了争吵 尖锐的小刀刺进了她的大臂 正好 托尼亚早已想逃离她的妈妈了 她与杰夫住在一起 杰夫赚钱养家 托尼亚去比赛 她们的兴趣完全相同 喜欢修车和户外越野 那是她们度过最幸福美好的时光 托尼亚没钱买衣服 只能穿自己缝制的上赛场 在比赛开始前 她对评委出言不逊 认为把衣服看作比赛的一环是种黑幕 果不其然 无论托尼亚表演多么完美 分数却很低 不久之后 托尼亚与杰夫结婚了 随后专注于滑冰 在1991年全国锦标赛上 托尼亚成功做出了外三周半跳的动作 在美国花样滑冰史上 没有女子选手能够做到 先是向后滑 然后左腿向前跳起 接着猛翻三周半 脱地时 用另一个脚冰刀 刀片的边缘外侧着地 从那一刻起 托尼亚成为了一个万人瞩目的明星 但生活似乎也开始改变了 她不像以前那样喜欢杰夫 总觉得自己是世界上 最棒的花式滑冰运动员 杰夫察觉到了变化 动手打托尼亚的次数逐渐增多 终于有一天 托尼亚离开了她 两人分居了 尽管情场失忆 但托尼亚在赛场上屡获殊荣 不仅打败昔日女子花样滑冰的星星 还拿了国际花样滑冰比赛 美国战冠军 在杰夫的不断努力下 两人复合了 但复合之后 所有的事情都很糟糕 就像是一场噩梦 离奥运会越来越近 可托尼亚滑得却越来越差 在1992年冬季奥运会上 托尼亚希望再次以外三周半跳夺冠 然而这一次 她失手了 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托尼亚自认为一切都已经做到了最好 可世界就是这么不公平 一次失手 全盘皆输 她与杰夫离婚 还失去了所有的代言 只能每天早上六点 在快餐店上早班 一路陪多尼亚走过来的教练告诉她 奥委会确定了下一次冬奥会的时间 就在两年后 只要她肯继续努力 一切都还有机会 托尼亚跟着教练 开始了魔鬼般的训练 那些常人做不到的 她都做到了 但是评委依然不满意 他们需要的是一个 有圆满和谐家庭的选手 因为在奥运会上 每一名选手都代表国家 托尼亚为了继续比赛 只能先和杰夫复合 一切进展都很顺利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在1993年西北锦标赛前 托尼亚受到了死亡威胁 如果她执意要上场 就会在场上吃子弹 最后托尼亚因为过度害怕 没有上场 杰夫忽然想到 如果把这招用在托尼亚的对手 南希身上 效果一定很好 这就是她爱她的方式 杰夫的好友 正好有个心术不正的朋友 可以花一千美元让她去办 保证不会露出破绽 然而令杰夫没有想到的是 南希说到的不是恐吓性 而是敲在她膝盖上的伸缩紧棍 消息在各大媒体传开了 杰夫的好友还说 这是她的主意 他们创造了历史 现在每个运动员身边 都得配备几个保镖 裁员正向他们滚滚而来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原来寄给托尼亚的死亡威胁 也是这个好友做的 这是一个计划已久的局 但她没有深谋远虑 因爱吹牛和用信用卡 与手下相继被抓 FBI想让她套出杰夫认罪的录音 这时托尼亚已经获得了 进军冬奥会的资格 要是追查下去 会被受到牵连 这一辈子的努力都将毁于一旦 杰夫没有泄露半句机密 反而让好友自行搞定 因为这件事是她自己捅出来的 但好友只认杰夫就是主谋 托尼亚对此毫不知情 质问杰夫时 还被她披头盖脸打了一拳鼻子 鼻血向下流淌时 托尼亚知道 他们之间也结束了 她到FBI进行了笔录 说一切都是杰夫干的 杰夫被捕了 罪名是敲诈勒索 被罚了十万美元 而托尼亚像一次又一次被虐待 成了所有人的笑柄 或许这就是成名的代价 上一秒万人宠爱 下一秒受人唾弃 所有人都在质疑托尼亚的参赛资格 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她为与杰夫有关联而道歉 全世界都在等待她与南希的对决 要是搞砸了 托尼亚这辈子算是完了 舆论的声音愈演愈烈 托尼亚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在94年冬奥会上 甚至断掉了鞋带 最后只拿了第八名 而水平几乎在同一水平线上的南希 却得了银牌 不仅如此 赛后的审判也来了 三年缓刑 终生禁止参加任何滑冰协会 举办的比赛和活动 这无疑是一记晴天霹雳 托尼亚几乎没有上过学 她只会滑冰 现在却连滑冰拿名次的资格都没有了 但托尼亚可以被毁灭 却不想向命运屈服 她出现在拳击擂台上 暴力是从小就接触的好东西了 依然有很多人希望 托尼亚说出事情的真相 每个人心中的真相都不一样 生活也总是朝着不好的方向前进 这就是整个丑闻真相的全部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你的点赞和留言 就是对喵妹的最